你说我买一个,买一个东西,我看这个物品怎么样,它临着上门,这个东西坏过,是不伤, 这,这,这会用啊,那会用,你说我买了一块玉,我这块玉,你看看怎么样,说你这块玉啊,是不意思啥,我用个意思啥呢, 我那个纸,我这儿来了,我给他算,算了,我说你家那个作文器啊,坏的,他说这,这玩意算这个,说来我喜不得不知道,买不得要我那麽装脑脑嘴,给他们打裂了,里头后是杀人,坐里头谁看过来,跟我说,哈哈哈哈,这就是里的伤,那作文器看什么,咱一鬼呗,我已经演,就是啊,那里伤的,那车锁里头不能给伤, 你车锁里头有坏东西,对,你有坏东西,这个我还给人家装上啥呢,是车锁里头刺算掉的,这个好像有行赛吧,这个我知道,这个你应该知道, 卫生间你家私钻掉,你这家是一个税务局局长吗? 那谁我不记得,那这事是 那是212医院的一个主任,一个女的来的,她也人好像是,那谁记得? 是税务局局长吗?是税务局局长,不是你家那个伪中间的私钻掉,她说是掉,她说是掉。 刚刚咱们讲八神的时候还有一个相语,她怎么能把那用? 就说随意啊,就一个字,一个相语的符号,你用在哪儿,你说在哪儿去? 你说这个人,你这个事儿要是临上了伤闻,说你这个事儿伤脑筋难吧,不好办。 你这个人临上伤闻呢,首先来说呢,你这人受伤害,有个外伤。 根据这个格局相依,不能单独,哎呀,可能那私钻呢,是不是啊? 招包那个人,不一样的伤,咱还说这个伤闻,是不是啊? 没办法事儿呢啊,伤门还代表啥呢?伤门代表变动。 伤门是震挂,震没雷为动,才有变动之下。 因为开车司机,天天在车里动了,还代表车,商门还得有车。 车站,站台,停车场,车船,还代表船。 但是一般很少用船,一般都以修门为船。 还代表什么呢?讨债人,讨债人,要让的那个人。讨债,讨债人,商门为讨债人。 这是商门代表的信息五号。下一个呢就是渡门,商渡门。 渡门五行鼠目,员工为信寺。 它代表啥呢?代表赌。 赌财不通啊?赌啊,见着渡门就是赌了。 要特别的,心脑血管有赌的地方,是吧? 有的人女同志不怀孕的,如果临上了那个砍弓,或者是临上鬼妇科上的时候呢,可能从那外有赌财。 她有赌之下,为啥她在把我赌呢?因为根据中国的地域来讲,因为东南是大海道,那就走不了。 所以她起个度了,赌财不通之一,她事情赌出了,趁病人有赌,有赌之下。 还代表啥呢?保密。保密啊。不公开的,保密的。 赌人心脏的内向,把自己堵住了。 盼门还得有技术。 人动门这人爱酸员 有技术 或者专业 或者是手艺人 有手艺技术 一个道理啊 动门还代表啥的 网 网了 这个网不是说散心的网 也有那个像啊 网络 有连带国安系的那个网 国安系网 还代表啥呢 公检法 一般都代表检察院 不是法院 法院是开门 检察院是动门 所以你这个网到检察院了 还是在法院了 咱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如果您开门呢 就到法院 动门呢就在检察院 这个我运用的还存注册 还代表啥呢 安全保密人员 安全保密人员 军人五直 聋哑人或者送风者 气味疯吗 他也代表聋哑人 耳朵堵住了 是吧 谁堵住了 不说话了 他也代表这个 还代表监狱 堵住了 他让你不让你复了 你就去接狱 理解进去啊 还代表躲藏 躲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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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藏的方向古人说的是 那个 那个 那天那个 那个嫂子 那个那个姐夫就领这个 就领内阁 所以说我说他躲起来了 他走的外星 九天跟马星杜门 还记得这个吗 杜门 不能说他走了 他临九天临马星他走了 走了临杜门才是躲起来了 躲藏 有一躲藏 临杜门是有一躲藏 嗯 你看咱们要逮他就是 杜门这犯人躲藏的方向当的 肯定给他逮了 可以 可以 用齐门针甲 利益公安人员破案 你就可以做 我给到外那个 有一个公安派是吧 我给他指挥一次 确实抓住这个人 那是零五年 经常给我打电话 有个警察先上去 想做出点诚意 有一个杀人犯 说这有点头绪了 在这在什么方位 我就给他知道 后来转出的 这个可以运用的啊 这是 杜门 所代表的一些信息符号 警门 警门 什么代表啥呢 文书票据合同 证书 文书票据合同 证书 还代表啥呢 试卷 考试的时候代表试卷 试卷 学生考大学 他代表什么呢 他得试卷 有人有的书生 把他代给理科 不对 我运用的多少次 不准确 你试卷干净不干净 警门急的时候代表你试卷好 他要到代表理科的时候 你试卷干净不一定你理科打的就好 不准 我试卷不干净 我试卷不干净 我警门不好 代表我理科不一定我打的就不好 他是两个概念的信息 所以说有的书生给他 说成试 又代表理科 又代表试卷 我运用了 我不能说人家说的不准 可能人家用的准 我用的不准 但是他不合乎毅力 不合乎生活常理 你这个试卷打的干净 不一定你就都答对了 不一定你理科考虑就好 你答的不干净 他不代表你答的就全错了 他是真理性 所以说他记住别代表理科 不准 反正我也有这不准 这是警门啊 代表试卷 信息 阴信呢 消息 阴信 阴信 警门那位阴信 还代表口舌 警门还代表口舌啊 口舌是非 口舌 血光之灾 因为他在离宫是吧 离者立业 漂亮了来血光了是不是 警门就啪啪 遗忘了阴光 还代表漂亮 侧人的林警门就漂亮或者爱打扮 爱装饰 老师那警门要是旺就是说这可跳了不太难了 对啊 不管他旺 这个东西啊 他说运用你说啊 你一定要会用 这个符号他肯定是有的 他永远离不开那些符号相遇 你不管旺一若林警门这人就爱打扮 或者掌握就漂亮 他这个相遇符号是有的 但是他不一定人和 因为门代表人和的 不一定他人缘就好 他的用法是不同的 所有的格局这个符号 他自身信息不能没的 他不可能没的 那他为啥就林警门 他临上了他就有他的意义 这个警门就你林警门 你不能说死门去 他这个符号相遇自身为实在的 但是呢 他的旺摔程度不同 他代表很多很多东西 你门还代表人和 你警门你你长得漂亮 不一定你人缘就好 你长得不漂亮 不代表你人缘就差 你人和就差 所以说他就有单独区分的时候 那不是那个道理的 他说运用你先掌握他 以后再运用就可以了 警门还代表啥呢 娱乐场所繁华地带 警门跟修门相对的吗 修门不是不繁华地带了 他是不是繁华地带 你们说早事闹市区 他代表这个 或者娱乐场所 这个不是休闲场所 修门是休闲场所 警门就是娱乐场 这老他俩是对的相对的 这人搞的行业当中呢 由于出现上的美容美发 或者是吃喝 警门还代表吃喝啊 通讯电子 他与这个行业也有关的 嗯 一伙的行业呢 嗯 还代表啥呢 枪支弹药 嗯 警门还代表道路 道路啊 电脑电视 电脑电视 你看这些东西啊 这幅画太多了 怎么用 但是用法是不同的 测哪里 你用哪里 你把这个太极点转换到哪里去 连警门你说外面来 你不能说他外面有道路 这个道路是你出行的时候 用的那个道路 一定要去住 你有一些书上来讲 钢是道路 岩是道路 警门是道路 白虎还要代表道路 这都是道路 你当时看哪一个 不一样 他测风水的时候 他不代表道路 繁华闹市区 繁华地带 你那边有个繁华地带 热闹 吵闹 警门 但是我 我 我今天我要出门 看我路上 平不平安 顺目顺利 就要看警门了 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是用的 你不去分开 这么多道路 你用哪一个 这个集那个凶 给你自己就搞不费了 警门是雏行时候的道路的尊用代表符号 车风水时候的道路是看 看白虎 人水耕都代表道路 警门 警门就不代表道路 这个道路 他也 他 叔叔还有他代表道路之下 但是你出行 我你 你要去北京看你这一路顺目走里 不看钢 也不看颜水 就看警门 这是单独用法不同的 那如果是白虎代表的道路是啥 是啥 都是外环境当中的道路 但是风雨环境 和你专门用这个事的时候 他不代表这个符号 你生本是房子 刚才咱说了 实干是房子 物优是房子 都是房子 还哪个是房子 那我家没那么多房子 你这个急那个凶 你到底好坏呀 那个新房 那个新房 我这个一个房 到底哪一个 根本就不告诉你清楚 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 生本是你住的房子 我要买的房子是实感 是产品 物是人 外围人的这房 物为高山 旁边的房 那是个高 房子就是个高东西 你家外围人的那块有个物 那块有个墙 或者高东西 土的 就房子 那是你环境上的房子 也不是你住的 也不是他住的 可能是别人家的 生本是你这里生存的 那个是房子 我住这个房子 我还要卖一个房子 开房子里的时候 都不急 都看生本不对 都看实感不对 看物害不对 这有趣味的 不一样的 一塌糊涂了 你必须得理解你 这就是咱们尊家 这是 景文 死门 五星属托 元宫为科二公 此门代表第一个来讲啊 死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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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代表啥呢 阴宅 阴宅 生门是活人住的宅 死门就是死人住的宅 死人住的宅 不撤风水常用代表佛号是啥呢 这人心情不好 说你现在心情不好啊 心情不好 趁人家性格呢 这人执着 或者叫啥呢 不灵活 执着 不灵活 老百姓大文化就是死心眼 叫声 好叫声的人 这些人你预言表上 没有生命的东西 是不是 死门 还代表啥呢 固定无变的 不可调和的 不可周转的 或者是啥呢 断了念头的 死门 死门还代表啥呢 还代表 伤疤 在身体上代表伤疤 侧人的性格内向 侧人的性格内向 就是我们 那个来大陆科 的地理都 你能动得起 什么都比那个 最熟吗 还代表地皮 死门代表地皮 土地 对 对 对 哎 临死门的时候呢 有时候半身不容易成 但不是绝对啊 有的时候不容易成 临死门 临死门 死门 不需要背着死经碑 你死结 说我那类跟那类有破解 是吧 这件事里临死门 就是有死结 就是很难解开之意的 对对对对 要离火运用 我估计当时你一看那个花 只看那样的力量 还不会 死门 下一个就经文 经文 五行属 金 员工未兑西 代表惊恐 担心 不是害怕 惊吓 你吃小孩的时候很能跟经文惊吓 读病的时候 读病的时候 驚吓 驚吓 经文还代表口是是非 因为他是对卦 对比口为说 读病的时候 测人的能说会道 经文还代表律师 车打官司的时候代表律师 读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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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能够会到 可以说能够 测上临事的时候临经文出口识是非 这个人临上的经文呢 能够说会到 但是事临经文呢 有担心之事 他在不担心了 要测病呢 就是心虑不及 忐忑不安 要测病的时候 临上的经文 这些还是不专业的啊 啊 行 行 行 好了 这个八门呢 咱就相义就说完了 八门呢 代表人和的 八门 九星都很忘落的 八门的忘落好定 都说完了 嗯 完了得资料里 资料里有 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不记 可能资料比我说的什么去 嗯 这东西 嗯 是东西 嗯 八门的五行呢 是以生帮维望 生我帮我维望 也就比较 身帮维望 科系好的也是弱 嗯 就是五行正常走 正常走 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还是咱们怎么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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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落地公 代表啥呢 他受生了 出发落工生 也是落工 以月令比较 或者以时令比较 他不不单独以月令定的啊 都是要以时令定 这个时令代表年月日时 远看年近看时 这个会理解啊 是我今年一年的利润 我以年来经账率 是我这个月的利润 我可以以月定 是我去卖梁老师货 我就走人不干了 我这个梁老师能产生 以时令 那古人都是以月令定的 古人的结构率非常低 这山本落地公呢 首先这个落工是旺的 落工永远是总体 所以你这玩绝对剩钱 但是啥呢 你现在所连的月是严月 这个月不行 是吧 严目磕了土 是不是严目磕了土啊 是不是你在时间段上你不行 但你这个事 你这个东西绝对是挣钱的 你得过这个月再做 如果不是这个情况呢 我再给你讲一个 你现在比如说 现在是一个五月 五月呢 你这个山本落在了 落在了这个 什么山本受制啊 他落工落吧 落工落 你总体你这玩绝不挣钱 没利润 没利润呢 但是你这个月 你赶紧干完这一月你就 他不至于亏本 这一月没事 这一月亏的这不是大 过了这一月你不行了 是吧 过了这一月啊 未月可能好一些啊 土帮 土还有一个帮呢 那别说他 个未月吧 未月土帮他 土帮土 这个月对他有的 下一月山越了 不行了 是不是啊 不可以了 要知道这个道理 在啥呢 他是个人和 他在问人和的 人和的呢 你这两个位置 他是不同的 这个落工就是吧 你到这个方位 你就有人缘 有人帮你 你到这个位置呢 就没什么帮你 这是弱 他代表人和的 有一些东西 一定要单独理解 你人和好 不一定你利润就高 你利润高 不一定你人和就好 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啊 他自身上门 那个利润的符号 他到哪里 他都代表那个信息 他这个信息是不会变的 连生门就代表财运 这人就有财运可得 我想买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实干 实干利润生门 不管落到哪一宫 他有利润的这个符号跟着 不能放过去 你还没看人和放出来去呢 别看这玩意呢 有人整的在网上整一塌糊糊 哎呀生门受制 没高利润扯淡 你试试 这都签给买链的 只要临着生门 你利润就会争执 就该买 这个生门生帮你日干 你你买人就会赚利润 你别管那个生门受制啊 还是 还找着受制网络的 网络是代表人和的 他他不代表你这个东西 就跟那个星一样 人和的网络 他不代表你这个利润的网络 你试试 你你这生门旺 你不一定就卖成高点去 他不在这个事 你试试一下 就知道了 有好多人的知府封空 你们有这个情况 知府封空死人 但他就又不死了 五无一时一样死 他就又不死了 你试试 不是完全那样的 我说真的有什么事 就是说 有时候一打个盘 有五无一时说 得不好你不用怕了 我骂了 那不一定 五无一时这照样成 他照样成的 只能说不是很顺利 你试试他又成了 那不是那样的 那古人有句话 知府封空绵命不保 车兵死人 他就有没死的 你试试 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待问题 知府是一局的重点 是一局的重点 知府也代表领导 也代表董事长 董事长没有了 但别人都死了 没有他事 他不是完全那样 那你这么说 门的帮如果是代表人和货的 他代表人和的 嗯 是其他你别看 他就代表利润 他就代表房子 代表人和货代表利润 代表房子 他货是这个 对他他他不合的 刚才他念了那些东西 嗯 他做不做钱 还是看他和日干之间 做的关系 对看他这个利润的关系 我这个东西能不能产生利润 跟你货物来比 这本身他要是烧门 他就是有利润 不是他这个利润 他自身这个东西就能产生利润 嗯 你比如说我现在我 我要我买了一支笔 嗯 这支笔呀 我不自己使我想卖 嗯 我看我这笔能不能赚到钱 是你这个实干 实干 实干在这儿的 嗯 他 能不能伤出你这个身本 嗯 他伤 保管你挣钱 你别管这个身本啥呀 那不是生本生的实干呢 那不行 这个东西能生出来利润的 嗯 得生出来利润的 是实干啊 我因为我的货物能产生利润 生出利润 那不是日干呢 是看自己亏不一段钱 不是啊 那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啊 你赚不赚钱 这钱能不能揍你手 是两个概念 你把这个东西卖给你还账 那不一样 那不一样呢 你不搞这个东西 你搞从你 你那掌这帮人别乱七八糟 我认为是乱七八糟 可能人家又没比我好 咱们还是先一句一点好 你比如说你实干 你现在你实干 你现在你生门在这儿 我这个实干又在这儿 我实干我就生利润 我不管你生门破不破 那可能是不是利润不大呀 你那也没关系 你跟俩看出来不大 他不喝呢 谁喝呢 他生的 实干生的 水生木吗 他不是 他不是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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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木工吗 水生木吗 实干生的 实干是货物 实干生的生门 我这个货物就生出利润来了 对 别人害怕了 就不看他那个 那他是在利润不在 不生我呢 不是利润生不生你 是跟你日干的关系了 对呀 他要是不生我日干 云南没关系 不是利润 你这玩得不等利润 完最后他和钱的关系 和物的关系 物是你当里钱 他生你屋这钱到我头 不生你屋你还上了 那不一定我卖这些东西 钱都进我头你知道 我哪有钱款的 我不卖房子不行的 卖完这钱给你啊 你们还一件啊 老师你这实干生生门 是他生门落宫的五行 还是他生门 他们两个五行相比 生门五行是土 是他落宫 他也是落宫 还是水 看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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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落宫 我这是人格不行 如果那时候是干他人 人缘不行完蛋一个 他不一定他卖这东西不挣钱 一定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就尝尝这个问题 相门本身是书 你老看一见 这个是忘卧干什么玩的 他只要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 看这个忘卧 其他你别看 你看他要干什么玩的 他拼不长床 他不一定就不能卖货 他是自恨的相依 和自恨的符号 他是两概念的东西 他是落宫的那个宫是属木 你就是人家我连山门落 那种人人缘 不行吗 不行 人家后生的 他就得利润的 两概念的东西 我不用你帮我合作 他也卖一家 我卖十块钱 我是高了 我找你帮你他 他会买两块钱 是不是那概念啊 嗯 你理解 你这大平平这帮人 整的浪糟糟的 往我认为是挺慢 你不了解这个东西 你那个石杆 你离山门 是不是这一道有破損 那破損我那话 他就要的 你咋说的 嗯 嗯 是不是这道理 嗯 那个五行不是随便烂看望衰的 嗯 天是地利人和神助 最时候要评判你一下子 那小爷爷什么代表利益 这个符号 是千真万切 亘古不可改变的 那他跟生门干个屁呀 嗯 他跟死门就好啊 那是为啥生门还得把利润来呢 啊 那只有生门 只有生门 咱说这个开门代表事业吧 开门代表事业啊 我想干个事业 那开门在五月 五月二开门落到最终 五月二谁也没开生意啊 开生给我赔 不可能的 全无人连五月都在了 也就是评判你人 人和望于弱的时候 只是你这个生门那不行 但你走你还行呢 走你可能还好的是不是啊 葫芦工还好 所以说你落到这种可能在五月当中啊 这个五月这个月令当中啊 对开门这个事业啊 有一些影响了 那不一定完全影响到你的身上了 你这么来讲这五月全国五月开门受制 开门属心 那五月都被磕 那全国五月都停下放假了 那不可能的吧 老师那你就说 他不是这个道理 他不看什么话说的 看什么话说 不看了就把事业了那时候 我没代表人和 我不当警看 能不能明白 哦 那啥时候当警看呢 人和人和呀 那啥时候去人和呀 咋不啥子 怎么回事啊 就管看人玩的时候看的呀 天地人神 五大和 你五大要平凡你的运气的时候 要用的 啊运气啊 那刚才有运气呢 你的评判呢 那是不是当有人和的时候 你要用那个金 哎这五月呢 可能你这个人和 差 那不一定那五月 人和都差呀 哪有个事啊 嗯 是用这个道理 就算是是用功和功底呀 有的时候 你别平凡他忘帅一下 我运气 他这些就可能 我从来我不看 我照样给你做出来 你肯定玩什么 他离开门就有工作 有的离开门他就没工作 你试试 你试试 那开门扛忙照样有工作 你试了 这帮人扯皮 没事 你扯一些皮 有时间也有点正经东西 是不是啊 那开门扛忙照样有工作 你试试 是 你试试 多了去呗还 他就没门 为什么 那开门不扛忙 他就没工作呢 你怎么毕竟想有这个问题啊 没事扯皮 那边这些人大师多了 我见到他们敬大师 他不愿意叫正名东西 他跟他抄了 他跟我抄了 你抄个屁啊 你抄 你愿意叫真的东西算本事 你试试 那又是多了 这就是他那个五行旺帅的选用手 这个要知道他啊 那个古人有一个啥呢 那 门生公 叫何 公 公生门 叫义 你好 哎 说这两个是一遍啊 这个是指啥呢 这是指 人和当中运用 公生门 有这个啊 我说什么呢 何生门 公生门 现在 这就是公生门 生门是土 落得了一久 火生了土 公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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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义 因为那门呐 原物位是在这儿的 是不是啊 他到了眼睛这个地方去了 我到眼睛那儿去了 动者 动者为客 敬者 为主 是吧 人家是主啊 这个公是主 是不是啊 这个门是客 我到人家来了 人家伤了我了 我到你家去了 你给了我好吃的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哎 你进了地主之仪 或者是呢 你这人一起仗子 不管谁来 我都对你好 就是这个道理能不能明白 我上人家去了 人给我吃的 或者别人上我吃的 我给人家吃的 你不管你跟我多么坏 你丢我多么坏的一个人 你来了 你来了 我还照样招待你 这是我讲义气 我非常义气 这个人 这眼睛 他像这个那块 他有个啥呢 门生公叫和 门生的公 土生的金 我到人家去 我生了人家 我到你家传门 我滴了一包子钱呢 滴了水火 我给你送来了 我生就给你嘛 我是干啥去的呢 我去喝好去了 是吧 我去喝 讲和去了 我犯错误了 我上去看了你 推理到现在 我不能空手去吧 哎 我带点东西我去喝好去了 这叫和 这叫和 这叫和啊 还有两个概念 这两个呢 门公和一啊 这都叫极的一种表现 还有一个是 门 门科公 门科公啊 叫门破 门科公叫门破 工建设 要啊 呃 沏 门受制,叫门受制吧,加上门嘛,门受制,这肯定是不好的,这肯定是不好的,门磕功,你说门磕内功,这就门磕功,我磕了你的门,我把你家门踩开,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上你家去了,我把你门磕踩开,这叫门磕,把你家门踩破了,其实不是那种不好,你这么理解啊,我上你家来给门踩破了,叫门磕,这是凶的,你还太扭了,稍微这个门给踩外了,功磕门叫受制,功磕门,木磕了土,这门就受制了,古人有句话,急门被磕,急不救,急门被磕,急不救, 我写上啊,急门被磕,急门被磕,急不救,凶门被磕,急不救,凶门被磕, 急门被磕,急门被磕,事更凶。 哎 了解这块就可以啊 我用了不准 这我告诉你 因为啥呢 古人该讲的是 开修生吉门 是吧 商 此 经 此门 修门 师父没有吉祉雄 他没有吉祉雄的 哪有吉祉雄啊 还有那啥呢 吉门受制 师父提 凶门受制 凶不起 你那没关系啊 没关系 不可能的 你试试 到时候你断了 你就知道了 他不准 师父没有提凶 看你干什么用 看你干什么用啊 你吉门打关子 他越忘了越急 这个律师 经门 代表律师 他越忘越急 经门就是凶门 越忘越凶呢 哪有大事啊 这不可能 我找个律师打关子 经门就代表律师 经门 越忘越强 越忘代表这个人的越有能力 知不知道 对 是不这个道理啊 那时候我越打关子 我这经门越忘 我这关子越动 哪有大事啊 谁都不准 你试试就试 他绝对不准 这块啊 不要刻意去 去背他去 就按 人和的时候就按 声望来电话 人和的时候按声望来电话 总统是以弱公为的 就可以了 单独用声符号的时候 你别看他望来 他那个相依之间就得读 就得有必须 他是两个概念的 你不管什么时候 他开门 他就带个工作的那个符号 你万一摔 他也带个工作的符号 他不能给你整美了 那老师门声工和工声门 也是在人何种运用 这古人也何种运用 你咱们越武是那么看的 主要是刚才说的那个声帮 就声帮你得吧 你工声门 你门 你门声的工 被豪谢 你泄气 还是弱的一种表现 还是弱的一种表现 就泄气 那也是弱呗 弱 因为你被生出了 那门声工不叫和吗 那这个 用不用啊 不用这玩意 不用 不用 这个大概知道就行了 知道就行了 他不准 关键的不准 你们生的工 你生人家 你肯定你泄气 别好泄 嗯 再一个啥呢 工的自身 九宫八卦 九宫自身也有帮助 他也是按照使令走的 每个工都帮助按使令走的 自身的五行按使令 训呢 是不是啊 也是啥呢 水月和木月他吧 这工啊 为啥有的说 哎呀我这个怎么我磕呢 这个事 五行一过 是吧 你磕不得我反倒入是不是啊 这都是五行的一走 那小孩的咋底 你给他打跟头 他打你 咋啥 给他那根头 是不是这个道理 他自身也有望路的 是工位啊 自身工位 才能体现出来 这个运用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讲 有的时候你断的时候啊 你就连爱你骂胡 不是你给谁都忘了 他自身工有一个望路 自身工 你你都是现在都临上 丙家务 了解学的格局 你又临上了一个 呃 临着一个 什么门呢 我给你来一个 门 掐掐掐上了 也是笔合格哈 门人也行 你 五月也是他 太月还是他 都在这一公里 他不一样 是不一样 你这个月 最工具忘 你这个月呢 最工具 最好戏 你工作自身 五行 要看 他不一样的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说啥呢 你在五月时候 你三岁的时候 你能得多少钱 你十岁的时候 你又得了多少钱 他是不一样的 水生日啊 是不是生的 那后面说一公生的 那个四个 完了他又是五月的话 那怎么说这个事呢 你生的你 你五月 你这一公未定的能生的出来 那好的时候 生的还没好呢 这生的还不是那么简单的 生不动的 你有时候你生 我想帮你 现在往你念头子 念头子一百万的生意啊 咱俩回忆最起 我就想帮他 他我没那个能力 那可言妈都想帮孩子 他不想他没那能力 就把他甩 那按理说我忘了 我忘你什么 什么话你忘了 那个东西 你关键我也给你 我能不能给的了啊 谁不母子养孩子好一点啊 真的过得好 吃得好 穿得好 我也想要那买车 我能不能买得起啊 我有那想法有心无力啊 我生你 我有那想法 但我能不能生动你是真的 是不是对道理啊 哎 有个假日我就不想问你 我家还买车 你可别买啊 对吧 不行 现在你买车 你是想买车 确实好 你两个上班还放不上 你啊 但是我今天有的钱 你 他两个人家一东西啊 你不了解 别的东西的时候 你不一样啊 这一百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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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罢门 咱修修一会 喝两个酒 拜拜